大膽者能復反攻復國之大膽 所以把大膽改為了大膽 圍欄全部都是以前的炮彈 拜託 你們那個一直喊一直喊 很大聲 我們這些要不要上課啊 他們還在裡面特別做了一個有隔音的教室 前在打仗的時候 目標就是要把這個國旗拿下來 據說這個國旗總共被倒下了17次 每一次倒下就要有兩個士兵 上去把他升上去 上去 再把他升上去 嘿 趕快點訂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圖傑 今天帶大家來到的是金門的大膽島 大膽島呢 以前是一個封閉的軍事區域 在今年2019年的3月才首次公開 讓大家都可以進來 揭開他以前的這些神秘面紗 剛到港口就可以看到大膽丹大丹 倒估人不估的超大字樣映入眼簾 大膽島其實以前是叫做大膽島 其實是有一個傳說的神話故事的 以前有一位仙人要到天庭幫玉帝來慶生 結果經過這邊發現說天啊 風景也太美了吧 他在這邊耽擱了一下 結果想說 噢 急急忙忙趕快趕路 就把他的寶物遺落在了大膽島這個地方 所以大膽島的形狀呢 可以看到他兩邊的北山跟南山比較大 這就是兩個寶物的部分 而中間連結的沙灘呢 就是那個淡者的臉淡 所以以前叫做大膽島 那到底為什麼他後來又改名字了呢 其實後來在戰爭爆發之後 蔣經國先生就來到了大膽島 他看了一看就說 大膽者能復反攻復國之大膽 所以把大膽呢 改為了大膽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我們都叫他大膽島的最主要原因啦 那今天呢 就要帶大家到大膽島上面走一走 也跟大家講講這邊的軍事故事囉 首先第一個 進入眼簾的就是我們的聲明廳 其實這件事情就要講到這邊非常著名的戰役 大二膽戰役 是在1950年的7月26號的時候開打的 當時呢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嘛 這個大膽島呢 是南山跟北山中間有一個連結的部分 那兩邊要傳遞訊息要怎麼辦呢 就會有所謂的傳令官 當時賴聲明呢 就是在這個戰士炮火瓶傳的時候說 你接到一個任務 麻煩把這個消息從南山帶到北山去吧 啪啪啪啪跑過去 雖然中間負傷 但還是順利的完成任務 被視為是非常重要的傳令英雄 所以在這個大膽島上面 除了一上島就可以看到的聲明廳之外呢 也有一條路叫做聲明路 就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喔 接下來就跟著我一起到大膽島上探險啦 那在來到大膽島的港口的時候 會聽到非常響的異常三短的聲音 我們會說它是像鐘聲 但事實上是從後面這個鋼瓶 紅色的鋼瓶所敲響的 已經是文青拍照了嗎 有洗手間呢 要去嗎 在這邊是要提醒大家 有船進來 有船出去了 分別是異常三短跟異常兩短的聲音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知道說 船來了 大家不要錯過船隻時間 那接下來這邊看到的是中正公園 其實在上面都還是管制的 因為大膽島還有一半 都還是軍事管制的地帶 在左手邊這邊的是蓄水池 在大膽島這邊以前當兵的軍民們 所有事情都不需要自己自主 如果你想要吃任何肉 你就得自己好好的養他們 要吃什麼菜你得自己種 相當不容易啊 要會打仗又要會當廚師 然後又要自己來種農業 在這邊看到的就是島孤人不孤的樂石 以及將大膽島改名的蔣經國先生 在他的隔壁有領導人們的Q版畫像 應該很明顯吧 國父 然後蔣中正先生 蔣經國先生以及李登輝先生喔 大膽的醫院 與其說他是醫院的話 不如說他是診所 不過我覺得他的型態非常特別 他是在石頭的裡面 以及我們現在腳踩的坑道 這下面是空心的 在這裡面呢 除了存以前這些軍事用的硫磺啊 爆破用的彈藥之外 如果有受傷的弟兄們 就是會運回到這裡面 不過剛剛有講了他比較像診所嘛 因為其實啊 你說好的醫生怎麼會到這邊來呢 所以只能夠做簡單的包紮直鞋 如果有非常生命危險的 還是要透過船隻 把他們運回金門本島 大膽島呢 其實之前真的是炮火連天 在823炮戰的時候 這裡曾經被砸下12萬顆炮彈 所以你會說這些傷重沒有辦法回去 在這邊安息的弟兄們怎麼辦呢 在這裡面其實就有一個火葬場 就會直接在這邊 將他們火葬 畢竟其實 要把他們的屍體運回去本島 是一個非常重 而且沒有這麼多的預算 能夠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真的辛苦了 連回家都沒辦法 其實從一路小金門開床過來 所以會看到很多的小島 冰島嶼呢 是我們所有這邊最西邊的島嶼 然後接下來看到的這個呢 是蒙湖嶼 負心嶼跟牛湖嶼呢 都是有駐兵的 那以前的人說金馬獎 就已經覺得 齁自己要中樂透了 其實真正抽到這兩個嶼 還真的是最可怕的 據說他們最近呢 才剛進了屬於自己的停水機 以前如果想要合手 我們全部都自己起頭 掃進來一隻獵魚 自己運過來 這才是真正的心酸啊 可以牽樂透了 其中最靠近的叫做兔魚 兔子的兔啦 可是 據說是 大家開船到這邊的時候 會 吐得亂七八糟 因為風浪太大了 所以就用一個 好聽可愛一點的寫音 我覺得在大膽島一面走的時候 有看到嗎 圍欄 全部都是 但是 以前的炮彈 這應該算是什麼 火藥外面的那一款 火藥桶們 以前戰爭的火力 到底有多可怕啊 從堅硬的花崗岩上面 有看到嗎 他受的傷就曉得了 他並不是直接被攻擊到喔 而是炮彈打到地上 啪之後 他裡面的那個鋼片跟鐵片 反射上來打到的 把他打得滿目瘡痢 更不要說是人種了 喔 無望再舉的石頭 不用到大金門爬山 就可以看得見 那其實在旁邊也可以看到 他們以前的一個據點 要戰效的 大膽波音站 是鄧綠君姐姐的歌聲 今天接下來來到的就是大膽島的 波音站了 波音站在南山 我們現在在南山的位置 然後波音牆的話是在北山 以前他們在波音站裡面的 波音園生活的地方 接下來就是波音站了 這邊 大膽找的波音站 可以讓大家體驗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圖傑 所有的同胞們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圖傑一起民族 Facebook IG YouTube都可以抓到 這個呢就是 大膽島這邊的波音站 到底多有威力呢 我們現在在的是大膽的 剛剛講的南山的部分 這邊是波音站 然後他們就把電線 牽牽牽牽牽牽 從地底下拉到 北山這邊呢 就是波音牆 就在這邊大放送 那以前呢 當然就是心讚韓話 拼命的說話 後來就開始播一些流行音樂 也就是大家現在聽到的 鄧麗君姐姐的歌聲了 那其實我覺得 涵蓋範圍還蠻遠的 一直到廈門 那其實我覺得可以特別提一下 據說當時的這個 廈門大學大概在這個位置 他們就說 欸拜託 你們那個一直喊一直喊 很大聲 我們這些要不要上課啊 他們還在裡面呢 特別做了一個有隔音的教室 我覺得這個還蠻妙的 有趣的小故事 明威公園 挑戰大家的角力的時刻到了 接下來看到的是明威公園 流龍昌將軍 以前呢 他就是管這一片海域的 當他退休之後 他沒有回家鄉 他就選擇留在了大膽這一邊 不過最主要除了看公園之外呢 一定要來看一下 天氣好 人品大發威 可以看得到二膽 然後後面的話 這個被擋坐的地方 就是三膽 不過我覺得更近的就是這個 有三根煙囪的 就是廈門這一邊的發電廠 超級近的 在這邊其實有一個故事 就是呢 其實他們在訓練軍人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就是大陸這邊呢 他們訓練我們所謂的兩棲蛙人 他們就會有一個任務 是要到大膽島這邊 拿一個特有種的職務 然後回去 代表他們的任務完成 就是在現在 都還一直在這麼做的喔 那我們大膽島這邊呢 當然 知道他們有這樣子的任務 我們就是和平的觀看著他們 讓他們完成他們該做的一些訓練 也算是一種和平的象徵啦 那不過比較特別的是在這一個 在兩個樹的中間呢 可以看到一面 小小的國旗在這邊飄揚 這是非常具有標誌性的 是在南山這邊的國旗 以前在打仗的時候嘛 目標就是要把這個國旗拿下來 據說這個國旗 總共被倒下了17次 每一次倒下 就要有兩個士兵 上去把他升上去 上去再把他升上去 所以到現在看到的是 第18面的國旗 從戰爭到現在 都沒有做任何的撤還 就原本那一個 代表的是 保衛著大膽島這邊的 34名士兵 他們用他們的生命 捍衛了這一片大膽島 接下來看到了呢 嵌鹿墓園非常的特別 他是一位中衛 可是他是一個林犬喔 當時呢在這邊守衛著大膽島 旁邊呢 有一個叫做小虎山 小虎山其實地形非常非常的險峻 只要漲潮的時候呢 路就會被截斷了 當時嵌鹿就是在這邊服役 結果剛好有這個水鬼摸上來的 之後呢他就咬死了一個 然後重傷了一位 所以呢就被升為中衛了 在這邊有一個有趣的小故事 嵌鹿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中衛 為什麼呢 因為他被禁聲了嘛 所以就有士兵要來特別照顧他 那就給他加封也就是加薪水了 那這個士兵呢 就拿著給他加的這個薪水 給自己的弟兄加菜 並沒有給他加菜 結果後來這個長官來巡視的時候 嵌鹿呢就拿著他的碗 然後跑到這個士官長前面之後 一撥發現裡面是人類吃剩的廚餘 長官震怒你們是誰 沒有給嵌鹿買他想吃的東西 沒有給他加菜 你們是不是拿去自己吃的呢 士兵很老實的說 對結果他就被懲處了 從此之後嵌鹿所加的這個菜呢 就直接給了狗罐頭 讓他真的能夠好好的吃 好好的服役啦 那其實嵌鹿呢一直活到二十歲 其實算是非常年長 我覺得一定是有做好事 他大概相當於人類大概一百歲 人瑞囉 我覺得島上資源真的很不容易 你看連標語 保養重於修護 修護重於購買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離開南山這個區塊 來到了扁旦中間的那一行 中央沙灘 這條路呢叫做聲明路